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小道士笔记 作者 浅水渝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师父小声说 哎 别吱声 我没事 说着一把推开我 转过身子 真的跟没事人一样了 我是大为一伙呀 师父 您是不是有病啊 要不咱先回去歇着 我很为他担心 还以为他有什么暗计 毕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以后再说 九疯子冲我使了个眼色 示意我不要再过问了 曹大夫并没有注意到九疯子的异常 见我和九疯子嘀嘀咕咕的 就笑着说 你们师徒商量好没啊 这尸体该咋处理啊 九疯子转过身 对曹大夫说 我也希望能吐葬 这是人之常情嘛 倘若一般的僵尸处理过后吐葬也是可以的 但是成了毛疯的尸体 必须得烧掉 若是不烧的话 恐怕会再次成为僵尸啊 不管是土葬火葬 还是你们自己拿主意 我只是建议火葬啊 九疯子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 完全不像有病在身的人 曹大夫一听 立马说 那就火葬 这事我做主了 万一再成了僵尸 那可是要出大乱子的 前面死了一个丁大胆 咱们曹解温不能再出事了 曹大夫是曹解温的村长 在曹解温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虽然不是一言九鼎 但是也可以钻权独断 他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很少有人会反对 先前听九疯子说 土葬可能再次变成僵尸 村民们心里面都有些害怕 纷纷都支持火葬 就连死者的亲属也不反对了 他们也担心土葬之后变成僵尸 在九疯子的见义下 村民们连一把女尸抬到了村外 九疯子念了几句咒语 一把火把尸体给烧了 然后让吴大愣把骨灰抱回家去 设置灵堂供奉三日之后下葬 回到学校后 我的心里面恨不安宁 没想到九疯子把我带到曹解温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我的世界观完全发生了改变 我不仅在曹解温里面看到了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 还亲自看到了僵尸 这让我对未知世界既充满了好奇 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和敬畏 我们还要在曹解温住几天 因为师父还得负责骨灰下葬和灵魂超度 用师父的话说 送佛送到心 如果仅仅是把尸体给烧了 不为灵魂超度的话 反而会种下恶果 惹上怨气 因为僵尸是排除在六岛之外的孤魂野鬼 阳间不接受 阴间去不了 不能进入六岛轮回 必须要做法事超度才行 这种事 赵六娃那个半吊子肯定做不了 主家也不会再去请他 所以师父得善事善终 虽然除了僵尸 我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疑惑 刚好这几天闲着没事 师父又开始督促我背夹子 我笑着说 师父 那些东西太枯燥了 我已经到北如流 给我教点实用的吧 比如捏个皱 施个法啥的 以后也好给你打下手啊 不然再遇到僵尸 我可帮不上忙啊 九疯子黑黑一笑 你小子不帮多少忙就不错了 上次差点把我给害死 是要教你一点有用的了 不然带着你都是个累赘 嘿 师父 那就教我点厉害的法术吧 像你那样 一脚能把僵尸踹飞的那种 太牛逼了 我想起九疯子 一脚把僵尸踹到集窝里的情景 实在是太霸道了 九疯子说 你小子还没学会爬 就想站起来走 那是真身上身 可不是随便能玩的 你现在根基太浅 也根本请不来神 就算真把神请来了 上一次身 恐怕你娃子几天都下不了床啊 啊 难道请神上身还有副作用啊 哼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底子给打好再说 还要记住一点 嘴不能太馋 狗肉 蛇肉 乌鱼肉 红艳肉 牛肉都不能吃 不是吧 师父 这么多肉不能吃 为什么呀 我是一个吃货 一下子进了这么多肉 心里面有些不分 九疯子一脸严肃的说 因为这些动物灵性大 在灵界等级较高 如果吃了这些动物的肉 终生不得学习道法 若是学道之人犯了戒 或是误食了这些肉 也会被破去乏术 我一听 心里面咯腾了一下呀 看样子 以后吃东西得注意了 这么多东西不能吃 倒是少了不少的口服 但是想想 还有很多肉可以选择 又觉得没什么了 小子 把手伸过来我看看 九疯子向我命令 师父 给我看看 我这辈子能不能发大财 我乖乖的伸出了手 还以为师父要给我看手相 我不黑 你以为我给你看手相啊 入了行就是修行 心存善念 莫问前程 我是看看你有没有贤根 师父 那我能成仙吗 成个屁的仙 不坏良心都不错了 九疯子笑骂地说着 然后又让我把大拇指藏紧四指 用力攥紧拳头 我试了一下 感觉乖乖的 特别的别扭 师父摇了摇头说 我学啊 查得远 想要学法术 先从基本功练起 先练雷掌的手法吧 雷掌 什么是雷掌啊 是不是可以通过手掌发出雷电啊 我立马兴奋了起来 九疯子说 雷掌是我们通俗的说法 全名叫五雷天纲正法 也叫掌心雷或者五雷掌 就是说法不一样而已 学好了不但可以驱邪治病 还可以触摸降妖 威脸惊人 但是能学成的人很少 因为习练此术有很高的风险 心术稍微不正就会伤到自己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练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子呀 练啊 有什么不敢练的 人孤有一死或轻如红毛或重如泰山 为练雷掌而死 感天动地死得其所啊 我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 血液里有着极端的冒险疾 九疯子说 好 我就是喜欢 你这股活得出去的个性 修道之人不可畏首畏尾 从今天起 你就按照我刚才教你的手法 把大拇指长进四指 用力握紧拳头 什么时候练的五个指头的指甲盖 全部严严实实地藏进拳头 什么时候我再教你口诀法术 这是五雷掌的基本功 掌心握的就是天机 发功的时候感天动地 如果基本功不行 拳头钻得不圆 写了天机 学了法术也不灵啊 我按照师傅的说法试了一下 发现我无论怎么用力 都有三个指甲盖露在外面 师傅笑着说 别着急 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不是一下子就能练成的 师傅又教了我一些入门的步法 也就是道家术语 步钢踏斗 也就是上次九峰子 降伏僵尸的步法一样 像螃蟹一样斜着走 看着很是滑稽 其实每走一步都是踏着九宫八卦的方位 单单是步钢踏斗 就有三十多种步法 师傅先教我的是八卦钢和驱邪钢 这两种步法是最为基础的 用来收摇捉鬼 道行高深的脚下一振 就能让小鬼跪下求饶 九峰子说的很是玄乎 我总觉得有点夸大其词的嫌疑 于是不怀好意的说 师傅 以你的道行 那女尸应该跪下求饶啊 就算她是僵尸不会下跪 那也得躲避不是 怎么还敢跟您打架啊 九峰子怒了 你小子就是个睁眼瞎 你以为那僵尸有那么大能耐 就算她是毛僵 也不过是行尸走兽而已 如何敢和我打斗 她是被人操控的 要不是我暗中做法把那人斗拜 你能一把豆子撩到僵尸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慕斯韦为 为您播讲 没想到 我刚提到这茬 九峰子就怒气冲冲 显得十分的激动 忽然想起那晚收复僵尸之后 九峰子吐了几口黑血 难道和那个人暗中斗法所致吗 师父 那人是谁 是他伤了你吗 九峰子冷哼了两声说 哼 算不上谁伤了谁 两败俱伤吧 虽然此人道行不低 但是他不会比我轻松 至少要在家里面躺上一天 才能下床啊 听九峰子这么一说 我顿时吃了一惊啊 那天晚上 我傻呵呵的追着僵尸满村跑的时候 师父却在跟另一个看不见的高手过招 我还以为自己牛逼的不行 一把赤斗就把僵尸给打倒了 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己幼稚的可笑啊 师父 那人究竟是谁啊 为什么要跟我们作对 九峰子有些迷茫 他看着远处沉咽的说 说不清楚啊 此人应该和我们是同行 但是却不同道 不会吧 曹解温还有这样的能人 难道是赵柳娃 九峰子摇了摇头说 应该不是赵柳娃人 曹解温我大致了解 除了赵柳娃那个半吊子 应该没有再懂悬术的人 当然不是赵柳娃 他没那个本事 奇怪啊 不是曹解温的人 又会是谁啊 为什么要控制一具排猫僵尸呢 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说不清楚 江湖之大无其不由 此人可能是在修炼什么悬术 也许是想探探我们的山头 给我开个玩笑 九峰子说到这里 忽然停顿了一下说 小子 我们那天摆阵法的时候 有个人从我们身边路过 那人叫啥名字 哦 蔡柳叔 赵鹏这么说的 应该叫蔡柳吧 我说到这儿 心里面忽然一沉啊 师父 您不会是怀疑他吧 我忽然也觉得 这个人有些可疑了 九峰子 答非所问的点了点头 嘴里面嘀咕了一句 蔡柳 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哪 我见九峰子 背着双手 心事重重的样子 越发怀疑 这个叫蔡柳的人 难道这个蔡柳 就是所谓的饮食高人吗 不可能啊 他就是一个疯子 如果他是饮食高人 那么精神病院的人 或许都是饮食高人了 刚开始 我还真以为他有问题 后来听赵鹏说 他是神经病之后 我就释然了 因为精神病患者的世界 我们正常人是无法理解的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一个女学生 和一个男老师 纠缠不清 后来这个女学生 不知道怎么的就疯了 不分昼夜的在山上狂奔 遇到乱坟岗什么的 也不晓得避着 就像一头野兽一样 横冲直撞 嘴里面还嘀嘀咕咕的 不停的说话 也不知道疲倦 最后坠牙而死 所以那个叫蔡六的人 老往曹家大院跑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毕竟我对蔡六了解的太少了 闲暇的时候我问赵鹏 上次你说的那个蔡六 我觉得怪怪的 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啊 当然是真疯啊 不是跟你说过吗 都到医院做过鉴定的 人家杀人可不犯法 你还真打算追她女儿啊 不要命啊 再说精神病可是会遗传的呀 赵鹏一脸坏笑的说着 狗嘴里土不是象牙了 我骂了他一句 一本正经的对赵鹏说 我跟你说个正经事 你帮我从侧面打听一下这个人 看看他是不是曹家温的土著居民 到曹家温住了多久 祖上是干啥的 我操我又不是查户口的 想追人家姑娘自己搞定 这小子脖子一梗居然不尿我 我看了赵鹏一眼一脸吃惊的说 你小子最近不对啊 有什么不对的 赵鹏一头雾水的看着我 我煞有介事的说 你印堂发黑 双眼无神 最近是不是有尿皮尿疾的现象 哎呀好好好 打住打住 我怕的你了 我帮你 我帮你还不成吗 赵鹏连忙打断了我的话 嘿嘿 这才是好兄弟嘛 我阴险的宠他一笑 三天之后 女尸的骨灰正是下葬 久疯子事先警告我大愣 不要舍不得花钱 葬礼要办得风风光光 礼数要尽到 这也是对你王妻的尊重 这样他才能够痛痛快快的去投胎 否则的话 阴魂伯散一直缠着你 吴大愣在前面吃了大亏 自然是不敢造次 不但葬礼按照王妻的礼书举办 他甚至披麻带销 就像是自己死的爹娘一样 骨灰下葬之后 当晚在吴大愣家的院子里面 做了一场法事道场 为他的王妻操度亡魂 师父身穿道袍道观 神情肃穆 煞有其事的开始做法念咒 我悄悄的开了天眼 因为上一次我和师父降服僵尸的时候 有人在暗中捣乱 这一次我就多了个心眼 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 跟我们过不去 卧槽 真有鬼啊 我开了天眼之后 顿时吓了一跳 没有看到坐梗的人 却发现桌子旁边 站了一圈奇怪的人 有现代人 有古代人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只能从他们的服饰上 区分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 这些人面无表情 脸上灰蒙蒙的 就像是蒙着一层灰尘 站在宴席旁边盯着宴席上的食物 好像很饥渴的样子 但是没有我师父的命令 他们却是不敢坐下 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我知道他们都是不能超度的孤魂野鬼 也许是坐鬼太久了 看起来都比较哀笑 平时饿得不行 只能赶在别人做道场的时候 才能够大吃一顿 但是吴大愣的媳妇还没到 她是凶死之人 又变了僵尸 俗话说请神容易送鬼难 超度这样的灵魂是非常麻烦的 师父念了很长时间的咒语 吴大愣的媳妇这才出现 她的身边站着两位神将 我估计她怨气太大 不想转世 但是师父不能由着她的性子来瞎折腾 该转世就是要转世 错过了这个时期 恐怕只能做孤魂野鬼了 师父为了能够成功超度 只好请了神将强行把她转世 师父把吴大愣的媳妇的灵魂拘来之后 袖袍一挥念了两句咒语 那些等待已久的孤魂野鬼得到了斥令 一哄而上坐在宴席之上 开始大吃大喝起来 这是一曲经常吃不上饭的恶鬼 吃相极为的难看 我看了一眼都觉得有点恶心 急忙关了天眼 眼不见为惊 师父又念了一阵咒语 开始送亡魂上路 由神将她的灵魂送入阴死入口 再由鬼柴接引送入六道轮回 但是这个过程我们是看不见的 烧了黄纸表纹和阴丝公文之后 师父开始念清场咒 驱散那些赶场吃喝的孤魂野鬼 超度法师圆满结束 随后师父掏出铜钱问了一挂 得到的是顺挂 说明王魂已经圆满超度 吴大愣非常的感谢 好酒好肉的招待我们 饭后她口口巴巴的拿出一个红纸包 恭恭敬敬的递给师父 我看到九疯子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把红包收下了 回到学校打开红包一看 居然是毛爷爷 点点整整一万块 师父遵守承诺 按照三期分成当场点了三千给我 哇发财了发财了呀 我高兴的大叫 说实在的这钱来得太快了 师父说 瞧你那出息 这点钱也叫钱呢 本来我没打算收他的钱 曹金文那地方不是有钱人的地儿 他既然要给我也不嫌少 就拿着吧 这还不少啊 咱不到三个小时挣了一万 不少了 我很实诚的说 师父笑道 你小子 真是没见过钱 以后就指着你收钱的 真尖大的严界 怎么收钱啊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师父 你说 该怎么收钱 我听你的呀 说实话 长这么大 我真没见过什么大切 当年在外面打工 累得累死累活的 一个月最多也不过是两千块钱 真是汗烟 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这一行是没有价钱的 遇到有钱的爆发户 做个道场 收他十万二十万也不多 遇到没钱的 就当是咱们做善事了 分文补取也行 这个分寸你自己拿捏 师父你放心吧 以后收钱的事交给我 我喜欢毛爷爷 但是绝对不贪污 我嬉笑的说道 这次本来到曹家文练胆的 没想到除了练胆之外 还意外的收获了一万元 九风子很满意 他认为我有了跟僵尸过招的经历 就不用再练胆了 毕竟鬼魂都是虚影幻想 远没有僵尸这般可怕 于是第二天 我们就准备大道回府 离开曹家文 谁知道第二天早晨 我们还没来得及动身 曹大富就来了 他大概是见识到九风子的真本事之后 有求于他 但是支支吾吾的 又不好意思直说 近了我们 他很热情的给我们发了一支烟 装作没事一样 闲扯了起来 直到把一支烟抽了三分之一 他才转入正体 张氏 有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不知道你最近忙不忙 我知道 你看见我们正要回去吗 有个大老板上个月就约好了日期 订金都下了 二十五呢 必须得去一趟呀 我准备狠狠地敲他一笔 于是随口胡走 曹大富显得有些失望和不甘心 他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九风子 九风子微微一笑说 村长有啥事你说吗 都是乡里乡亲的 外面的人也可以放一放 张氏真是好人哪 放心吧 虽然说相里相亲的 但是一马归一马 不可能让您白忙的 钱不会少你的 我虽然不能和外面的大老板相比 但是请先生的钱还是有准备的 曹大富生怕师傅 不会诚心帮他 所以一开口就表明心悸 是会给钱的 九风子沉吟了一下说 你先说说啥事吧 我们为人办事不光是为了钱财 能帮你肯定会帮的 如果帮不了 你给再多的钱也没用 这个道理你晓得不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迹 作者 浅水渝 由穆斯维为您播讲 我晓得 我晓得 曹大富连连点头 这是师傅对付有钱人的一贯手段 有钱人往往不知道尊重人 看不起手艺人 我师傅就是要让他们明白 钱不是万能的 师傅见曹大富一脸的恭敬 就笑着说 我愁话都说在前头了 能帮你就帮你 如果真的帮不了 你可别怨我 帮得了帮得了 其实没啥大事 我家老汉岁数大了 明年都七十三了 是个关口 恐怕不好啊 曹大富说到这里 却不说了 俗话说七十三 八十四 阎王不叫 自己去 曹大富他爹 明年都七十三了 他有点担心 九疯子看着曹大富说 你是想补挂文明 看看你爹能不能过这一关 曹大富说 嘿嘿 他啥时候走 我倒不关心 真要有好的风水 我现在都愿意送他走 只是没有好风水 安不下阴宅 我着急啊 万一哪天我爹一生气走了 住哪啊 哼 你可真是有孝心呢 九疯子黑黑一笑 好的风水可以阴幼子孙 这我不也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吗 曹大富说到这里 忽然意识到九疯子是在嘲弄他 连忙改口说 哼 我这也是为他老人家着想 现在房子多贵啊 我是担心他到那边没地方住 这个你可以找找刘娃吗 师父微微一笑 似乎不想接这单生意 我心里面安安着急的 心想曹大富这种土包子多好糊弄 这么好的生意师父干嘛不接 走六二那个半吊子 不行不行 万一他把我爹给日轨到什么养食地 那就麻烦了 曹大富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揪风子说 找个干净去处不难 要找风水保地那可不容易 俗话说十地九空 还得看你有没有那个命啊 十地九空 此话怎讲啊 曹大富没有听明白 就疯子说 就是说好的风水不容易找 就是找到了 还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气韵去销售 风水不养无德之人 没那么大命 葬在风水地也是白夏 你大小也是个鬼 要给儿孙积福就少做坏事 是是是是 曹大富被九疯子说得满脸冷汗 九疯子接着说 我不敢说给你找一个大富大贵的风水保地 因为这些大风脉 大气象方圆百里之内肯定没有 就算是找到风水保地 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 没有那么大的命 就扶不住龙脉的地气 不但对子孙没什么好处 还会杀子孙 搞不好还会断子绝孙 这个道理你懂得吧 懂懂 九疯子见曹大富已经被微服了 就说 我给你爹找一块地 不敢保你大富大贵 只要你不做缺德事 我保你小日子过得平安顺遂 后代子孙吃船不愁 你看是的吗 是的 是的 我见曹大富百依百顺 想着该谈家庭的时候了 正琢磨着该怎么开口 忽然听到校长老黄喊道 咋是有人找你啊 我抬头一看 发现老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 这个人是赵家村的人 经常到曹家文守山火 他给九疯子捎来了口信 让我们赶紧回去 说是九疯子家里面出大事了 九疯子吓了一跳啊 就问那人是什么事 那人说他也不知道 张婶给他两百块钱 让他专门跑一趟给九疯子烧信 说是让他赶紧回去 我想这肯定是大事了 曹家文不通电话 既然师娘花二百块钱烧信来 那肯定不是小事 九疯子有点紧张 就对曹大夫说 你老汉的事先等等 我得回去一趟 我本来还想在曹家文里面多待几天 说实在的 这里远离俗世 没有电视的喧嚣 没有电话的烦扰 挺适合修炼倒数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偏僻的小村里面 尝着一个出尘脱俗的美女 让我是心动不已不忍离去啊 九疯子以为是他那宝贝外甥出事了 火急火燎的带着我回到了赵家村 谁知道回去一看 他的宝贝外甥好好的 这段时间经过师母的调养 长得也像个人样了 脸上也有了血色 是否有点奇怪 就问师母 你发啥神经 集散伙似的把我找回来干啥 师娘笑着说 不是我找你 有一个外地人找你 我说你不在 进山去了 他让我打电话把你找回来 我说山里面不通电话 他好像挺着急的样子 塞给我二百块钱 让我进山把你找回来 我一个老婆子 哪能跑那么远的山路 刚好有个山贩子 要进山 我就把二百块钱给他 让他给你捎个信 我师父左右看了一眼说 人呢 早就走了 那 那人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问了 对了 他说他给你打电话了 让你回来 让你回来给他回个电话 师父急忙打开电话 翻看了一下来电记录 发现未接电话一大堆 也搞不清楚是哪个电话 算了 算了 真有事他会再打电话的 师父索性也懒得管了 毕竟每天打电话找师父的人太多了 师父并不是每个电话都接 很多人都是慕名打电话咨询 问这问那的 尤其是一些女性客户 其实没有什么事情 甚至有人情绪不佳 心神不宁 半夜三清的都要打电话问个兄弟 时间长了 师父也是不厌其烦 干脆就不接他们的电话 师父接的电话 都是对方打过三次以上 说明真有事情才会接的 哎呀 这人谁呀 九疯子放下电话 嘴里面嘀咕了一句 心里面还是不踏实 管她是谁 走了一天山路了 先烫个脚 解解乏吧 师娘打来一盆热水 让师父烫脚 她才不关心外面的事情 只关心自己丈夫的冷暖 晚上师娘弄了几个菜 炖了疯子最爱吃的猪蹄 师父让师娘拿来茅台酒 让我陪着她喝上两重 你这师父当得真可以啊 自己喝酒不说 还让小兵陪着你 老九疯子 准备再带个小九疯子呀 也不怕人家笑话 师娘摆了师父一眼 没动身 九疯子说 去去去 把酒拿来 我就剩下这点爱好了 你看你这毛病就是改不了 九疯子瞪着眼睛说 我都喝了一辈子酒了 你让我怎么改 原先不了解九疯子的时候 觉得她经常醉醺醺的 印象很不好 后来才发现她其实并不贪杯 但是每顿饭前都要喝点白酒 一个玻璃杯 大约装上一寸高的白酒 最多就是二两 喝完也就不喝了 但是做法事的时候 绝对是滴酒不真 她这么爱喝酒的人 已经是很节制了 不知道为啥师娘还要数了她 师娘拿来的茅台笑着说 你师父啊 啥都好 就是改不了喝酒的毛病 年轻的时候喝酒逞能 喝出过不少事来 你看她那指头就是教训 小兵啊 你可千万别走她的老路 我披了一眼九疯子的左手 发现她的中指少了半截 其实我早就发现她的断指了 挺好奇的 总觉得这里面应该有故事 但是一直也不敢问 毕竟那是她的隐私 现在师娘说起这件事 我正想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就问 不是怕师娘 喝酒能把指头给喝掉 师娘笑着说 嘿嘿 是她喝醉了 逞能去捉鬼 结果呀 被一群小鬼给收拾了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慕斯维为您播讲 我一听 忍不住 笑了起来 没想到 声名赫赫的九疯子 竟然被小鬼给收拾过 这事听起来 确实有些荒唐 但是 我感到 十分的好奇 九疯子 红着脸说 哎 当着小辈的面 你就别记我的短了 那是我一辈子 嘴丢人的事 你知道不 九疯子 今天心情不错 脸上虽然有些尴尬 但是 并没有真的生气 师娘笑着说 我觉得 你应该把这事 给小兵讲讲 别让他以后跟你有样学样 你给他做个反面教材 不挺好吗 你要不讲 我讲 九疯子有些为难的说 哎 这都是陈芝麻烂骨子的事了 讲他干啥 也不嫌躁得慌 我这老脸 可挂不住啊 师父 前车之父 后车之剑呢 谁没个马师前提的时候 这事 您别不好意思 我陪您喝两杯 您给我讲讲 我见九疯子 一脸难堪 好奇心是越来越重 本来九疯子 还羞羞答答的不愿意多说 结果让我几杯酒 惯得自己说了起来 原来这九疯子 十六岁的时候 到处就很厉害了 那时候年少轻狂 不知道天高地厚 也没有什么同情心 见小鬼作乱 一般倒是捉了小鬼 才用的都是软硬尖尖尸的手段 一手拿糖果 一手拿鞭子 迫使他妥协 只要不再作乱人间 也就放生了 并不会为难小鬼 但是九疯子完心很大 他猪了小鬼 要么装进水瓶 用五色线扎住瓶口 让他坐水牢 一高兴还放到灯火上去烤 让他尝尝煮饺子的滋味 要么就是用五色线把小鬼绑了 吊起来几天几夜不管他 直到他玩够了才放生 只要是落到他手里的小鬼 都被折腾的惨不忍睹 几年下来 九疯子得罪了不少小鬼 自己却是浑然不觉 有一天他帮主家处理的一桩麻烦事 晚上主人盛情招待 他一高兴喝了不少酒 然后醉醺醺地回家 走了几步就觉得是头重脚轻 看似下无人 于是就蹲在地上画了个符 聚来了四个小鬼抬着他走 这就是传说中的鬼抬脚 如果在偏僻的荒野里面 看到有人在空中飞 见了之后要假装没看见 千万不要惊叫 否则被抬的人会被摔死 鬼抬叫呢有两种 一种是懂悬术的人有急事要赶路 拘来小鬼抬着自己带步 还有一种被小鬼抬着去受死 这种人被小鬼给绑架了 完全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 必须要放棉炮或者雷管才能把它给弄醒 九疯子已经不是第一次捉小鬼抬叫了 以前他玩过 不过玩这个游戏一定得遵守禁忌 那就是在五更之前必须把小鬼给放了 否则五更十寸一到 小鬼就不听话 会扔下主人逃跑 这时候玉山就是山 玉河就是河 搞不好会被摔死 因小鬼是阴灵 见不得阳气 五经一到 阳声音叫 小鬼必须得躲起来 但是九疯子喝得晕晕乎乎的 早就把这个禁忌给忘了 四个小鬼抬着他飞翼般的赶路 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响 犹如是御风而行 九疯子好不得已啊 嘴巴里面哼着小曲儿 朦朦胧胧的听到一声鸡鸣 五经到了 四个小鬼不等九疯子的赤令 扔下他各自逃命 不巧的是 这时候他们正在过一条河 九疯子扑通一声 掉进河里 幸亏啊 这河水不深 九疯子被冷水一惊 立马醒了过来 好在是有惊无险 这就是九疯子第一次喝酒无事 但是呢 他并没有汲取教训 一人是死性不改 小鬼捉着 小酒喝着 小日子过得挺快活 有一天 他帮主家办了设行之后 喝得大醉而归 但是天色一惊黄昏 他走到了一个三叉路口的时候 忽然觉得后面人影一闪 可是回头一看 什么都没有 九疯子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揉了揉眼睛继续往前走 走到第二个三叉路口的时候 又觉得身后有人影闪动 再回头看的时候还是没人 难道又看眼花了 九疯子醉眼朦胧 他实在分不清是不是有人 就继续往前走 走到第三个路口又是这样 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他 九疯子这才意识到不对 他本想动用法术看看是什么情况 但是酒力发作醉得太厉害 只好加快脚步亮亮呛呛的往前走 希望快点回家 九疯子走到一片荒郊野外的时候 忽然忍不住了 蹲在地上呕吐了起来 等他吐够了才发现他面前站着一群人 灰蒙蒙的看不见脸 作为道士 他立刻意识到自己遇到鬼了 如果在平时他会立刻把这些小鬼给抓了 可惜今天不行 他差点把苦胆都给吐出来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别说抓鬼了 连抓蚂蚁他都没劲了 他急急忙忙的往后面看去 没想到后面也跟着一群灰蒙蒙的人 前后的路都给封死了 一群小鬼把他给团团的围了起来 九疯子大吃一惊啊 急忙在手心里面画了一个碧桂中 嘴里面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孤魂野鬼找死是不是 赶紧给老子闪开 否则老子让你们好看 呵呵呵 娃娃还想整我们啊 一个老鬼嬉笑的说道 这小子上次把我给整惨了 上次我被他掉了三天三夜呢 我被他关了三个月的水牢 还被当饺子煮 你们都是庆的 最惨的是我 我被他用香火烫得全身是怕 惨不忍睹啊 一群小鬼不但不怕九疯子的法术 还围着他控诉恶行 这张一向自负的九疯子慌得不行 怎么法术不灵了 降服不了这群小鬼呢 嘿嘿 这小子的法术啊不灵了 大家还等什么 揍他呀 老鬼一声令下 那些小鬼们一拥而上 对着九疯子一阵的群舞 算了 不答了 我们给他留个全尸 把他抬到身上 扔下去摔死算了 有一个鬼提议 重鬼纷纷赞同 七手八脚的把九疯子 抬到山顶摔死 顿时把九疯子的酒也给吓醒了 他奶奶的这可不是鬼抬轿 这是要弄死他呀 九疯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抬走 但是各种法术都不管用 九疯子一急之下使出了不需要什么灵力的千金坠 泪在地上不肯起来 任凭这群小鬼怎么拖也拖不动 拖不动就掐死他吧 小鬼们又改变了主意 张牙无爪的就要掐死九疯子 九疯子急的没办法呀 只好采取了最后的保命绝招 自残 他砍掉左手一节中止 用鲜血向小鬼们的脸上洒去 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的保命招数 用自己的血来破除邪气 那些鬼魂们知道厉害 就像老鼠一样尖叫着跳开躲闪 最后九疯子因为吃血过多晕倒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九疯子悠悠的醒了过来 听到有人说 不知道这货死了没有啊 不知道半天没动静的 我闻闻还有没人气啊 九疯子一听吓得缩成了一团 立即屏住呼吸不敢出气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肚子不舒服 也不知道是着凉了还是怎么了 咕噜一声放了一个屁 一个小鬼上去闻了闻说 没死 这人口气不好还挺臭啊 小鬼有时候挺笨的 那个闻气味的小鬼 居然把九疯子的屁股当成了脑袋 那就用泥巴捂死他 老鬼一声令下 很多泥巴向着九疯子的屁股扔了过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向他扔泥巴 这就是俗称的鬼洒土 渐渐的九疯子绝的身子越来越重 四肢开始马比无力 两眼犯困再一次失去了知觉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悬疑恐怖故事 小道士笔记 作者 潜水鱼 由穆斯韦为 为您播讲 第二天 有路人 发现了九疯子 他几乎已经被活埋了 浑身被堆满了泥土 只有头部还留在外面 这群小鬼 因为无法进入六岛轮回 在阴阳两界的混沌空间 游荡的太久了 病得浑浑噩噩的意识不清 把他的屁股当成了脑袋 否则的话 早就被泥巴给捂死了 九疯子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戒不了酒 但是再也不敢贪杯了 这是他人生中最丢人的事情 从来没有向外人提起过 这也是年少轻狂付出的代价 哎 丢人啊 九疯子讲到这里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对当年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师父 俗话说 藏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偶尔失手一次很正常吗 我拍了拍九疯子的肩膀 小子 你以为我喝醉了才跟你说这些 这些话我不能给别人说 我先丢人 但是我得给你说你是我徒弟啊 九疯子的大脑还是清醒的 但是情绪明显有些激动 师父 你放心 这事我不会给别人说的 即使是说 我也是到村子里面的广播里面 用大喇叭说 我不可以 你小子 整天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型 啥时候才能长大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这副德行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我就担心你走我的老路 我为啥把自己丢人的事讲给你听 就是希望你引以为继 因为啊 过两天我就要教你捉鬼了 九疯子一脸严肃的说 太好了 师父 到时候我也捉两只鬼玩玩 让他们抬着我兜一圈 我兴奋不已啊 呸 九疯子端起酒杯 正准备笑啄一口 闻听此言把一口白酒喷在了我的脸上 你小子 真是既吃不既打 鬼是能随便玩的吗 不是所有的鬼都是坏的 他们是一群阴见不收 阳间不爱的游魂 他们是有善恶之分的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他们既不能入六道轮回 又不能回到阳间继续做人 只能在阴阳两界的边缘 空间里面游荡 就好像阳间的乞丐一样 局无定所 四处飘荡 吃了上顿 没下顿 本身就够可怜的了 你再去欺负他 捉弄他 于心何人 我就是当年不懂这个道理 才造了很多业力 这么多年都在为自己消夜度法 希望能够得到那些鬼魂的原谅 你千万不要跟我一样 热下夜暴啊 九疯子的话 犹如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使我幡然醒悟感到汗眼 原来我对幽灵世界的认识 如此的肤浅 鬼只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而我总是用另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我不了解的生命体 本身就是一种歧视 师傅 谢谢你为我开悟正道啊 我由衷的感谢师傅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小子 你总算是说了一句人话 师傅嘻嘻一笑 又开始没正形了 酒桌上黄毛一直不怎么说话 只是很安静的听着 显得有点腼腆 我看了黄毛一眼 觉得有些不适应了 和原先的反差太大了 我不知道以前那个叛逆怪异的黄毛是他的本性 还是现在这个胆怯羞涩的黄毛才是他的本性 总之搞得我有点晕火 兄弟 来喝一杯 我冲黄毛养了养酒杯 黄毛绵点的笑着 想端杯子却不敢 而是看了酒疯子一眼 酒疯子认真地看了看黄毛说 这才像个人样 不过还有点胆怯 种些的人都这样 还得好好养几个月 才能恢复过来 奇怪的是 直到第二天 那个人也没有再给师傅打电话 师傅也就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就开始教我狙鬼术 就是民间俗称的猪鬼 这是道士的入门功课 师傅告诉我 猪鬼不是目的 是为了解决问题 要有菩萨心肠雷霆手段 所以自身的功夫一定要过硬 否则猪鬼不成 反被小鬼羞辱 即使面对恶鬼也要心存善念 想办法去感化他 而不是毁灭他 不要因为他的恶而起杀心 若是顽固不化继续作恶 才可以替天行道 酒疯子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 我才知道 无论是道士还是和尚 很少对鬼怪要挟下狠手 有的道士甚至一辈子 没杀过一个小鬼 所以酒疯子教我捉鬼的第一课 就是少杀肾杀不可滥杀 接下来几天 师傅开始教我捉鬼的口诀 符咒还有灵符 师傅告诉我 我们的法术能量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是祖师的能量 第二是恩师的能量 第三是自己的修行能量 所以修行者自身功夫不高 又遇到紧急情况 只要诚心上报祖师 亦可收到临时救场的作用 怪不得到士法念舟的时候 都要先喊祖师爷 原来是抱大腿啊 哈哈我明白了 我嬉笑的说着 我不可以 你要是个草包抱大腿也没用 打铁还得自身一样 九疯子瞪了我一眼 因为要练习的东西太多了 师傅给我做了日程安排 早晨起床洗面净手之后 开始练习步法 三十六种步刚踏斗 一变下来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 接下来练雷掌手法半个小时 其余的时间 除了紫时和午时练天眼之外 每天还要到祖师爷的神像面前 跪拜半个小时 人清香一注 诚心诚意的观想念咒诵经 不可昏沉大瞌睡 其余时间自己安排 但是师傅让我看书 因为熟练掌握了八大天干 十二地支和六十花甲之后 基本上就可以看懂一惊八卦了 师傅让我在看的时候 要学会掐关节 在手掌上排天底盘 这玩意儿主要是算命 最简单的就是查黄道吉日 习练精深的可以欲知生死富贵 但这只是一种传说 有没有那么玄乎我不好说 因为我本身对这个东西兴趣不大 也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的原因 我十九岁大一辍学 在社会上混了两年 跟九疯子当徒弟才二十一岁 让我看这些老古董 确实有点看不进去 总觉得这些神算和江湖算命的神棍差不多 大多是忽悠人的 我感兴趣的是雷掌 这东西虽然也是传说 但是不像算命那么模糊 而且极具挑战性 能练成就练成了 练不成就是练不成 没有那些是死而非的说法 可是雷掌的手型太难练了 想要把五个指甲盖全部攥进掌心不见天 在我看来比登天还难 所以我随时随地都在练习雷掌的手型 师父说开天也容易 要想把天隐功练到精深不容易 这时候就需要特殊的气场去练功 也就是基因和极阳之地 师父啥叫基因和极阳之地啊 我颇有点不耻下问的精神 就疯的说 极阳之地好找 只要是正午时分 找一处阳光充足的开阔地即可练功 倒是这基因之地有点麻烦 基因之地不好找吗 我有些不见 不是不好找 而是需要胆量 因为是晚上子时练功 在家里练肯定不行 因为不是基因之地 练了也没什么效果 要想有良好的效果 就要找那种阴森的地方 甚至大白天太阳都很难照到的地方 从那里走一趟就感到极北乏凉 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就是基因之地 这种地方 往往古白参天的乱分岗 曹家大院就是个好地方 我去 别提曹家大院了 上次差点把我下成神经病 我一听曹家大院 心里面就有抵触 说实话 我刚见僵尸的时候 也吓得要命 可是后来追着僵尸满村跑的时候 就不怎么怕了 相比曹家大院 我宁可跟僵尸战斗 因为曹家大院太诡异了 尤其是曹老爷那如影相随的感觉 想想都是做噩梦啊 九疯子奇怪地看到我一眼说 小子 你咋越掌越怂了 都敢跟僵尸斗 怎么害怕曹家大院啊 哼 师父 这不怪我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从小就怕坟墓 被九疯子一阵嘲笑 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就胡乱地编了个谎 九疯子说 那好 我给你找个没坟墓的地方了 咱们村有个地方适合你 我想没坟墓的地方 即使是再怎么阴森也可以忍受 因为不会产生联想 于是呢就高兴地说 好啊好啊 就找这种地方 咱们村有这种地方吗 有 啥地方 村洞头老槐树底下 啊 老槐树下 我吃了一惊啊 这个地方我太熟悉了 那棵老槐树 至少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遮天蔽日的 大白天 那里都晒不到太阳 即使是盛夏 嚼阳如火 老槐树底下 依然跟装了空调一样 凉嗖嗖的 但是 没有一个人敢在树底下乘凉 因为 这棵老槐树上 有很多吊死鬼 每朝每代 都有人在这个树上吊死 几百年来 谁也搞不清楚 这树上究竟吊死了多少人 前朝的事情就不说了 最近几十年 这棵老槐树上就吊死了三个人 五十年代 这是青年下乡的时候 有个女知青被人说搞破邪 为了自证清白 在这个树上上吊了 七十年代的时候 本村有个大姑娘 因为情感问题 也在这棵树上上吊死杀了 八十年代的时候 有个大城市来的女教师 说是来我们村里面支教 结果来了三天 莫名其妙的吊死在老槐树上 有人说这棵老槐树不太吉利 邪气 干脆砍了算了 有人说砍不得 几百年的老槐树了 事关赵家村的风水命脉 如果把它给砍了 肯定要出大事 争议到最后 还是不了了之了 因为这棵老槐树 一直长到现在 小时候 村里的老婆婆 老妈子们 一再地嘱咐我们 这些不懂事的小孩 千万不要去老槐树底下玩 因为每到黄昏擦黑的时候 经常有人看到老槐树底下 有个女人拿着绳子在那里游荡 有时候会唉声叹气的 见有人路过 立刻躲在槐树后面藏了起来 那就是吊死鬼在找替身 本集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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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